星光点点散落在海面 漫步沙河沼与你穿一穿 想一想来想去想饭 你对我说爱我值得永远 放了爱情你停下来 你给的爱我哪里存在 爱的月圣像个月去月圣 曾能离开对你的依赖 到后来只为了挽留 放了爱情你停下来 能不能 你需要来 不要用背影 告诉我 一切一成空 不能凭着对你的思念 总是想起温柔的想念 慢慢张开梦的想念 光与千年只为见你一面 风啊 静雨停下来 老师们 同学们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 我非常的高兴 看到今天的这个场景 我不由地想起了七十年前 我们老一代电影人 在电影歌曲中 那快智人口的毕业歌 今天我们寄济一堂 明天我们将是国家的栋梁 顺便有请毕业班教师代表 安然老师上台讲话 七月的校园 是伤感的 因为它到处都充满了离别之情 每当老师站在毕业典礼上 看着你们 憧憬着各自的未来 我都会想到我毕业内 那时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 将来有一天 我要成为一名中国最伟大的演员 可事实上 我的这个梦想 并没有实现 此刻 我站在这里的感受 绝不亚于一个演员 站在领奖台上 因为我的心里 充满了喜悦和感激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 我会成为一名老师 传到授业解惑 仿佛是离我很远的事情 但是当有一天 我真的站在讲台上 看到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我忽然明白了 托尔斯泰的那句话 为别人活着 是一种幸福 你别过来 你们都别过来 你千万别想不开 快下来吧 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 你要再过来 我就好吓跳了 你别动 我来见你啊 看 比所有前几次都好 还在家那边 对 半凉 半凉 吓死了 好险 好险啊 我觉得 冲击力还是不够 再来 再来 准备 再来 我刚才 让鞋子给绊了一下 不差点 可就假戏真做了 王智 再来一次 什么 还来一次 我想象的东西没有出来 所以再来一次 你不会吧 你是不是要我从那摔下去 你才满意 都拍二十多条了 你知道我没在那拍一条 我多危险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是我的戏里 最重要一个镜头 所以我必须反复拍 开始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再拍几条试试看 我觉得 如果更高一点 可能效果更好 或者是 从那种 碟有水 桥很高的 那种桥上再往下 效果会更好 那好吧 当你找好了 跨海大桥 在那找我吧 你去哪 我回来 你知不知道尊重人 一回两回 十回二十回 你一心血来潮 身边所有的人 都得围着你转 你导演了不起啊 我导演就是了不起 你是演员 我是导演 我叫你怎么演 你就得怎么演 演员在导演这儿 永远只是道具 明白吗 那你换道具吧 你给我回来 我是这儿的导演 我没说过让你走 你就不能走 徐朗 你太过分了 你别欺人太甚了 我说你们这些表演戏的 应该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演戏上 明白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了 你们这样的人多是怎么样 我靠着你们 就你们这水平 出去只能被骂 挨饿 你再说一次 这是我的戏 我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愿意怎么倒就怎么倒 你们水平不够 水平不行 听明白了吗 让你倒 这份名单 我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合适 比如说无私 林海平 我个人认为 根本不具备出演主角的能力 颜主人 我会对我自己定的这份大戏名单负完全责任的 如果排练不成功 那我就辞职不干了 老师 不好了 他们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 五四林海平和徐朗达起来了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看看你们 被打成什么样子 犯得着吗 谁叫导演戏的那帮人那么嚣张 老老师 您知道吗 天台那么高 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还来回来去的折腾 这根本就不让有人当人看 就是吗 就是什么呀 要不你们再去打一架去 把眼睛再打瞎了 我看你们后半面在干什么 这次打架 是你们两个先动手的吧 摄影器材也是你们砸坏的吧 这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给你们处分了 更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你们考虑过没有 不但没有资格上毕业大戏 很可能会面临着退学的处分 值吗 安老师 没那么严重吗 是安老师 要是上不了大戏还没什么 要是真被退学 毕不了业 我可怎么跟我爸妈交代 明白就好 好好考虑考虑后果吧 张先生 您先别着急 先坐下慢慢说 等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了 是谁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还用什么调查呀 难不成是我们徐朗欺负那表演系的小流氓了 您应该知道我们徐老板在社会上的地位 要是不能严办凶手的话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还可以告诉你 现在徐朗已经在医院验伤了 要是立案的话 相信对你们更加的不利 你放心吧 我们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要不您先回去等着 不行 我今天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不走了 主任 这位先生是 他是徐朗父亲的秘书 这秘书你好 我是比安息的老师 是他们的班主任 你说安老师 是不是吓唬我了 我可从没看他生那么大气 安然老师也就是刀子嘴斗不心 难道他还真的看我们出事 林海平 你们两个现在还有心情在这聊天 小天 你怎么来了 我一从现场回来就听说你们俩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说吧 没什么事 没什么 我说你长家脑子好不好 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 文凭你不想要了吗 你们都在这啊 怎么样 安老师跟你们怎么说的 安老师 怎么了 备课呢 这不是这场大戏是学生的名单问题 正在这琢磨 那你先别考虑了 学校让咱们去开一个紧急会议 关于你们班两个学生受处分的事 走吧 诶 主任 这处理结果是什么呀 这不没有结果吗 学生处牵了头 导演系和表演系的老师都在了 院长已经在那等着咱们了 走吧 你也不想想看 这种事还不是得有人顶下来才算了结 你跟无私两个呀 只能活一个 不是你 就他 这汪颖之是现场证人 跟无私的关系又那么好 你说他会帮谁说话 还有那个爱童 即使班长又是老师面前的红人 还是预备党员 他都不用在老师面前说你什么坏话 只要帮无私讲两句好话 你想你是什么结果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怎么办 你真听我的 要我说呀 你就要抢在他们之前 去找学朗和解 跟他说说好话 低低头 真体上他比把矛头指向你才好啊 我 你什么你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 如果老师找你的话 你就说 是无私先动的手 跟你没有关系 反正大家都知道 他跟汪颖之的关系好 有什么的 我告诉你 我做不出来 你做不出来 是不该做的事你都做了 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不说倒忘了 人家无私跟芝芝关系好 看不过去芝芝被人欺负 你操那门的热闹啊 我怎么没看你为我跟谁打过架啊 你 以后你要是还是这么窝囊的话 别说我是女朋友 小舅 女人呐 对不起啊 有点事耽误了 来 咱们抓紧时间 大家都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 谁先说 安然老师 你想保护你的学生 这个我能理解 就算你说的种种的理由都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 是你们班的学生先动的手吧 还有 我们系的徐朗 被你们两个人打伤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这也是事实吧 可是他们为什么打架 这一点很重要 万一我的学生 要是从天台上掉下来 谁来负这个责任 但是你这只是假设呀 安老师 我刚听说 这两个学生 是你毕业大戏的男一号和男二号 我还听说 他们的表演成绩不整地 是您非坚持让他们上的 我想 我比你更了解我的学生 怎么都在这儿呢 小刚 硬都坏了 我回来看看你们 以后想见也就不容易了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是你们二位 要被开除了呀 不会吧 安老师刚刚让我们回来写检查 这不玩我们吗 看来我们大家对这件事呢 很难同意意见 可是我们这个会 又不能这么无休止地开下去 对不起 大叫一下 校长 照有徐朗 叫特贯专辑送来的一份材料 您看一下 徐朗 拿来我看看 去忙 我先给大家 宣布一个 校方的处分意见 其实我不说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 关于 表演系学生 林海平 无私 无私 与导演系学生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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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还要向你们宣布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们毕业前期最后的一件大事 毕业大系排练 今天大家回去以后 把你们曾经读到过的一个剧本翻出来 再好好地读几遍 老师 什么剧本啊 这个剧本就是 雷雨 老师 你不会让我们毕业大戏拍雷雨吧 没关系 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出来 我觉得 要拍话剧的话 应该拍话剧当中的经典 茶广 老师 我觉得韩国话剧春香传也很不错 韩国话剧 春香传 那一定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谢谢 我觉得雷雨挺好的 也挺经典的 就是 哟 想拍雷雨啊 来 大师 您给咱们讲讲 我看大师啊 他可不像表演戏 他倒像是 导演戏 林亚铭 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要不早点出来 恐怕你们早走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回去好好问问你女朋友张家家吧 还别 他这样的人 不用不能记下 走吧 走了 你还不想我吗 你想我带东西吗 谁说呢 咱们正好是你在那边做主持人 你说我们不靠着你 靠着谁啊 对吧 从事呗 咖喇 你看什么呢 美女 美女 不过就拍这个吧 嗯 涂不涂 大师 要不您再给我们讲讲这雷雨 这雷雨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不希望我们的毕业大戏 到最后排出来一个不好不坏 中规中矩的东西 倘若最后真是一步拥挤 就算排出来 又没什么意思 有道理 雷雨的剧作 完全运用了三一类 两个家庭八个人物 在一天之内发生了故事 却牵扯到过去的恩恩怨怨 照这么说 那还是很有演出意义的 其实我并不是说不能排雷雨 只是要看怎么排 那怎么排啊 且气且用 一股一金 哎呦大师 求您了 您说白话的这行不行 简单的说 就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 算了算了 讲了也白讲 学校的毕业大戏 力来保守 怎么也不可能搞出个什么前卫的东西 哎 你们知道吗 五年以前 阿老师第一次代办的时候 就排了一个形势感非常强的毕业大戏 还提那事 砸锅砸到现在 都没有人好意思当他面提 对不起老师 还差一分钟上课 你们坐 阿老师 张家家今天请假去剧组了 还有赵宁 他上午电视台录节目 还有小刚 他请了两天病假 另爱萍也去剧组了 他说这个学区的学费还没有交上 所以去跑个龙涛正点 还有其他同学 别说了 来 拍你们三个人的戏 主任 请您过目 这是我想把这台毕业大戏 拉到社会上去 进行公演的一份报告 公演 是 你们这个戏在学校里面 大家还不放心呢 怎么还能拉出去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希望能够拉到社会上去进行公演 这样可以刺激一下同学们 提高他们对这台大戏的 正式程度 也可以提高他们的热情 热情 我听说今天你们班上只有三个人去参加排列 安老师 当然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学生的前途和命运 绝不能意气用事 我要对他们负责任 我不同意你这样做 安老师 您找我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赶紧去通知每一位同学 明天参加排列课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们宣布 好的 记住了 请转告每一位同学 明天的排列课务必参加 不管任何人有任何原因 否则的话 这门功课一律算不及格 你记清楚了 我记住了 那我先走了老师 是吧 真好看 小姐 你要出去啊 对啊 我跟朋友约了站牌了OK 您快要迟到了 都九点多了 你还出去 明天起得来吗 我说爱童 你不是被林海平收买了 过来做我工作的吧 那可不行 你跟我是一伙的 可不许帮你不放心啊 不是海平 是安老师 安老师 安老师不允许我唱卡了OK啊 哎呀 不是 安老师今天特意通知我们大家说 明天排列课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每个人必须到场 如果谁不来的话 这门课就给谁不及格 看来他这次是来真的了 这安老师是怎么了 这可不像他的风格 安老师说这样的话 我可不相信 就算我不去唱卡了OK 可是咱班最乖的纳拉同学 现在也在外边拍东西啊 万一明天他回不来的话 安老师舍得给他处分吗 哎呀 幸亏你提醒我了 我通知了一大圈人 怎么就把纳拉给忘了 停 怎么样 还是不行 哎 纳拉 我们还得来一次 不过今天呢 恐怕要拉完 要到后半夜了 你是不是就别回学校了 祝我们剧组好不好 那我得打电话回宿舍去 可以可以 让你打电话 爱同 到 汪颖芝 到 赵宁 在这 吴思 到 张佳佳 到 林海平 到 张小刚 来来来 纳拉 怎么回事 纳拉 他昨晚不是说 今天一定赶回来的吗 我们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今天每一位同学都务必到场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他会赶回来的 现在跟他联系不上 打手机又不接 我说安老师啊 我说安老师啊 您昨天不是说今儿谁不来就给谁不及格吗 小刚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看安老师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理解小刚的意思是啊 安老师既然已经定下规矩了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按照安老师的规矩去办 话不能这么说啊 都是同学 谁不知道他最勤快 要不是有特殊情况 谁也不会迟到 更别说旷课了 孩童 再打电话跟他联系 直到联系上为止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喂 喂 请问这是纳拉的手机吗 什么 纳拉出车祸了 安老师 纳拉是留学生啊 这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事情啊 严主任 咱们能不能赶紧去趟医院呢 怎么回事 我们正准备去医院看你呢 对不起 我迟到了 你不是出车祸了吗 你 我们都急死了 你怎么回事 我 我出车祸了 不是说你出车祸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老师 今天早上 我的手机和钱包就被别人偷了 我动力剩下的钱只够做到长途汽车站的 我已经很尽力的跑了 可是还是来不及 你可真喜欢他了 你让我们大家伙为你下出一身冷汗来 你好 我去表演戏 我去表演戏 兄弟 是的 胡思远男一号 林海平演两个角色 这太离谱了吧 出位 出位 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 你们猜 谁来咱们学校 谁 英达 不会吧 我可是昨天刚看到网上的消息 说他在好莱坞筹备自己的心系呢 真的 我亲眼看见 他那车呀 进了咱们学校 二人 英达 哎呀 大腕大腕 我说你总是这么突然兮兮兮闹得我是措手不及 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咱个俩还有什么准备 这咱个俩 有十年了吧 可不是嘛 鼻子着我拍戏这一黄眼 十年过去了 你还说呢 你说这十年里头 我起码有八次吧 我请你演我的男一号 你很好 你一回一个理由 你回回把我推我 这不带表演戏嘛 一带就是四年 眼看着我们这毕业大戏就要结束了 等这一结束 您老人家才好好培养培养 你拉倒吧你 你这毕业班毕业了 你不得接待下一班呢 你什么时候能晕出功夫来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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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风在这吹这儿 我到你们表演戏来 那 那能有什么事 肯定是选演员的 哈哈 挖墙角 挑演员 你去 我这个戏 我这电影 我准备了几年了 我告诉你 这剧本绝对特别好 哥伦比亚 三星 都投了资了 大制作 现在啊 一群鱼迹 给我追的是满大街宝 我到现在还没找着男一号呢 我 试试 颜主任 不好意思 其实也不用介绍 估计知名导演 颜答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表演戏 系主任 颜主任 呃 呃 主任是吧 呃 呃 您欢迎 欢迎 咱们是挑演员 跟主任先聊着 我那还带着客 咱们回来再戏聊 哎 哎 您 您呢 非常欢迎你啊 给我们学生这个机会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要不 你跟我到戏里去 看看学生的资料 走 走 那啦 刚才你没去 我们可都见着了 是吗 没想到真的是音达啊 我在韩国的时候就看过他拍的电影 我们都很崇拜他呢 我说什么来着 你们还都不信 哎 你们说 他来咱们戏干嘛呀 不会是来选演员吧 这谁要是让他给选上了 指定能火 我们的学生很会演戏啊 什么角色都能演的 但是我的这个戏 他 哎 就这这这俩 学生 是哪班的 这就是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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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是我 林兰 你不是email里说 这个星陵特忙一点时间都没有 怎么这会儿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 我都这么大人了 又不是孩子 要是我不放心 那应该是我不放心你才对 你什么 说那个巴黎要降温了 我反正就在这儿上学怎么都没关系 你呢 大系的名单最后定了吗 起了一点小风波 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 我就是想告诉你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亲爱的 谢谢了 好吧 那我先挂了 你自己保重啊 嗯 你也是 再见 好 请大家 安定一下 现在已经人手一份新的剧本 我不知道大家回去以后 有没有把雷宇这个剧本翻出来再读几遍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编剧跟樊怡在QQ上聊天 樊怡还跑到编剧家去了 这也忒不靠谱了吧 别扯 别看我刚看了几件 这剧本里的点子绝对讲究 安老师 说句不客气 在学院四年 剧本没少看 经典的就不说了 这几年看过的好的剧本里 数您这剧本的点子最牛 我还是那个意见 先读雷宇 再读你们手中拿到的新剧本 确切的说 这个新剧本 其实就是对雷宇这个剧本改编的一个剧本 可以称它为新编雷宇 或者是改编雷宇 这也是我完成的第一稿 应该说还很不完善 现在我就要向大家宣布暂定的名单 卢斯 恭喜了 大西南一号 洗什么呀 好事来得快啊 心里不踏实 什么踏实不踏实的 好好演 李亚廷 过来 你倒是过来呀 我跟你说话 走 大阳老师 哟 赵书长 你好 你好 刚才我跟严主任聊了一会儿你们这个班的学生 坦率的说 我跟严主任对你们这次大戏的排练很担心 但是也可以堪称是重视的 我现在透露给你 国家化学院今年有意从学校招作班毕业生 而且有计划送他们出国去培训 是吗 有这么好的事 这就要看你们这部大戏最后的演出效果了 还有 初学培训的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你千万不要告诉学生 您放心吧 谢谢处长 但是 我就不明白了 爱同事班长照顾照顾他也就得了 可凭什么让吴思也A组编剧 还有李海平 凭什么让他也AB组两个组的主要角色 我哪点不如他呀 让我演周冲 阿老师想照顾照顾这些没上过戏的 给发个安慰奖 那就得了 诶 凭什么拉着咱们做定备的呀 你就是 话呀 不能这么少 安老师不是说了吗 这份也不是最后定的名单 大家再走立会 反正都有机会 不知道 老师 我们家呀 有一房远房经纪在国家发掘 据可靠内部消息透露 剧院的人事处已经跟咱们院里打好招呼了 要从咱们班挑人 而且名单就从咱们毕业大戏的情况来定的 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可得吗 安老师 愣给我一周冲 这不摆名了吗 A戏 你说这事真的假的 比珍珠还真 张老师也真是的 居然让爱童来演A组 他连戏都没拍过 怎么演啊 爱童不是舞台公敌好吗 哦 就他好 我就不好了 你演的是B组的繁衣 机会均等 谁说你不好 你到底是不是个专业演员啊 怎么说出这么没有水准的话 这A组跟B组能一样吗 我可跟你说 这外边找我拍戏的剧组啊 多的是 这个破大戏 让我拍我还不一定答应呢 更何况 要是拒绝的话 应该是由我来说呀 连选都没被选上 这不是起始大辱吗 嘉嘉 你说这样的话 不太好吧 你懂什么 哎 我告诉你啊 这两天你离无私 给我远一点 大家一定会冷落他的 喂 啊 离岛啊 吃饭 好的 嗯 再见 有个导演与我谈点事 嗯 你在这啊 乖乖的啊 买单 我说小高 你怎么又睡 你那丁大师的床 他回来看见了 非得跟你急 无私呢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凭什么定 无私也难以好 他哪点比我强啊 你问他不是 你想吓死谁啊 我还以为是大师呢 呦 忘了忘了忘了 您现在是真正的大师啊 A组男一号啊 没几天就成二了 你就别挖哭了 我也没想到 安老师会定我呀 哟 还挺低调呢 今天是怎么了 才几点啊 怎么都来了 你没看到啊 同学们的名单都不满意 都说找安老师重定呢 特别是无私 简直啊 是重视之地 他们这是干嘛呀 安老师没说 大戏公演之前 也没见他们这么起劲 今儿可大好 正是男女一号了 真没劲 海平 你都是管管家家啊 我怎么管 要不 我去了安老师 让他干脆 把男一号的位置给我换 何必呢 为了我一个人 让大伙都鸡犬不宁呢 反正我一直 也是跑龙套的 我也跑习惯了 干嘛 你哪点比别人差 凭什么换 你就不能自信点啊 你就踏踏实实地 演你的男一号吧 我现在去找安然老师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都给我做好了 本来就够乱了 还在这儿添别扭 大家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个角色演 不是今天才幸福 为什么还要吵架呢 同学们 请听我说两句 我知道 我跟你们比 论专业 我没你们好 论舞台经验 我没你们丰富 说心里话 安老师为什么定我这个男一号 我也搞不明白 不过现在 我既然演这个角色 我就会尽我最大努力 把他演好 如果我努力了 我还演不好 没关系 不用你们去找安老师 我自己就会退出的 咋啦 放学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回去休息啊 我等您半天了 有点事 想和您商量一下 是吗 那你说吧 什么事 安然老师 我们的毕业大戏 毕组的四缝 不是还没有定吗 能不能让我试试 我当时还真考虑过你 可是我担心你的语言问题 你毕竟是个外国人 这四缝的台词量是很大的 我怕你一下子吃不下来 老师让我试试吧 如果我不行精辟 不让我上了 演员确实需要自信 如果你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四缝所有的台词都拿下 那我 一定考虑你 那您就是答应我了 老师您放心吧 好 那就希望你能够赢得这个机会 武士 将来被大高原选上了 有什么感想啊 没想法 明天吃了净之后才有结果 机会啊 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 听听 听听 大师就是大师 永远都这么深奥 海平啊 你们家家家是怎么想的 家家 这还用说 当然是好好照顾机会 争取一夜成名哦 要小心哦 小心人家给你甩了 不会吧 家家和我在一起都快四年了 四年 四年算什么呀 人家现在都讲究实力 谁还谈爱情啊 等人家宝马车坐上了 汤浩斯住上了 保镖跟上了 就算人家还搭理你 哎 你好意思往人家身上贴吗 哎 武士 你说 要是这大导演的新戏 跟咱们班的毕业大戏 同时选上你演男一号 你演什么 这事 没那么巧 我是说万一 万一你撞上这百年难遇的狗屎运呢 没想过 不知道 这还用想吗 我知道 是 你今天是说了几句狠话 说安老师让你演男一号 不容易 你要尽力什么的 可这情况有变 能怪谁呀 你 当然 必然 而且必须要 上这个大导演的新戏 咱们上这四年绝干嘛呀 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 这是我们公司的签约合同 你现在就把它读一遍 如果没什么问题 咱们现在就签 燕老师 让我考虑一下 你还有什么 特殊的要求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